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讲 我相信从这场演讲当中 你们能够获得很多的能量 获得很多未来的方向 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通过网络 央视网 把您的演讲图文直播了 很多的网友 也通过网络给您提了问题 我们首先进入 全名小纸条互动环节 先来看一下网上的网友 提了哪些问题 全院士您好 我的硕士研究方向 就是深部开采 那应该是家里有矿的那种 能成为您的学生吗 深部开采是从矿业来讲 对 从矿业 现在我们中国的矿业 已经全部开差不多了 比如煤矿已经到一千米以下了 很多精硕矿业是到深部了 因此这方面的科学 已经往前进了 叫深部研射力学 也是我研究的方向 因为我们的防护工程 不是钻地的吗 越钻越深吗 还有钻地的核爆吗 所以我们的防护工程 也往深里面走了 所以我们走到一块了 所以我们研究的基础理论 想通的 广义的 你可以成为我的学生 我们一起交流 但是我听说了 在学术界 要想成为您的学生 心理素质得特别好 很多您的学生都说 跟您学习 是一种痛苦的收获 因为您对学生要求特别严 这个传说是真的吗 对 我的批评是比较尖锐的 不留情面的 特别是学习上的 一知半解 掩盖知识的缺陷 这是我学习的大敌 批评是对学生的关心 当然生活上要关心他们 我的学生 甚至我帮助的贫困学生 他们工作 介绍对象 我都过问了 学术上严厉要求 但生活上 对您的学生都跟对孩子一样 所以要做前老的学生 这位网友 还要做好思想准备 你得有一定的能力才行 接下来是现场的观众 给您写的小纸条问题 这是一个高中生 他说 教授您好 我是一名高中女生 现在在面临选课的问题 所以请问您哪些科目 对以后是最有用的呢 他括号说 现在我选择的是权理科 我的头发都快掉光了 我特别想见一见 这位高中女生是哪位啊 来 在最后这一排 现在我就是选物化生权理 然后我们班同学都说 我头发少 痛苦 那你明知痛苦 为什么还要选这三本 因为相比史蒂正 我还是理科比较好 您对他的选择 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从你刚才的发言里面 你看出来你对理科的兴趣不是太大 兴趣能产生乐趣 你好像没有很大的乐趣 我建议你往工科方向转一转 而且建议你往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转一转 为什么 二十一世纪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时期 我们城市的地面空间的存在力 已经非常有限了 而地下空间的存在力非常丰富 所以大有可为 你如果转到那方面 可能大有作为 钱老真的看到了这个领域未来的发展 我们的城市空间 未来还有多少可以去利用和开发的部分 未来给你指了一条名路 受教了 加油 保护好头发 你都会保护好身体 接下来六位现场的青年代表 他们每个人也有一些问题想和您交流 桑老师好 钱院士好 我叫王腾 是一名城市规划师 您刚才讲了 您通过主持长江隧道 来改善长江的南北交通问题 但是前来我还想再深问一下 除了地下的交通 然后很多科幻作品中 也描述了未来在地下 可以建成一个功能非常完整的世界 它就是什么都有 地上有什么 地下就有什么 有居住区 有商店 有学校 有工厂 未来到底我们地下开发能达到什么程度 能不能建成一个 真的跟地上完全一样的城市 这个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现在有的人讲 说未来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地下 这是不对的 我们发展利用地下空间 是为了腾出地面的空间 地面的空间还是更美好 有阳光空气水 看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住乡愁 这是我们总书记讲的 底下还是封闭的 虽然可以 经过我们的人工的处理 环境好一点 但是我们不主张人生活在地下 我一直在纠正这个事 有的人还说是我说的 我根本没说过 谢谢江老师 刚才我们这位年轻的城市规划师 其实未来你肩上的担子真的挺重的 我觉得未来城市的模样 可能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 下一位 小萨老师好 钱院士好 你好 我叫程一豪 这里我想问一下钱院士 您对我还有没有印象 有一点印象 以前见过一面 但是印象不是太好 说来非常惭愧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陆军工程大学 国防工程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员 我的导师王明洋教授 也是您的第一位博士 所以按照备份算下来 我是您的徒孙 我该叫您一声师爷 师爷好 您刚才说对他印象不是太深 还是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有过一次 批评吧 有过这么一次 让我终身难忘的经验 那是好事 如果要是钱老不批评你 那证明对你彻底失望了 当时是这样的 钱院士的上任秘书 当时已经退休了 那么校内秘书缺人 我的领导就跟我讲 说小诚啊 钱院士缺一个秘书 你看你刚留校不久 要不你来看一下 我说好啊 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们还就接下来 后来第二天领导给我任务 让我给钱院士送一份文件 从学校送到他住的宾馆 也就半个小时 当时我给钱院士打了电话 八点多的时候 我跟钱院士约好 十点之前会送过去 后来我想还有很长时间 所以我就先在办公室 干点别的事 结果还没到半个小时 钱院士的电话就打过来 哎小长你到哪了 我当时我想 哎还不到九点 这钱院士心子比较急啊 我说赶紧出发吧 于是就坐上了出租车 结果在路上看了没多远 钱院士又一个电话打过来 哎小长你到哪了 是不是堵车了呀 我说哎是是是 确实有点堵 您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到 等到我把那份文件给他的时候 我发现上面的字有点糊了 上面全是我的汗 我非常紧张 我怕钱院士批评我 不过钱院士非但没有批评我 还请我吃樱桃 那是对你失望了 我觉得如果没批评你 那问题严重了 当时我觉得哎呀 这个责任太重大了 那么在这里我就想 借着这个机会问一下钱院士 在您和您的同事 和您的学生共处的过程中 会不会有人也这样说 或者抱怨说 跟您在一起压力山大 总想打退堂鼓 我还没有听到 我的学生当面跟我说 我的背后有没有 不知道 他这个秘书后来当了多久 不久 我这个秘书 我想可能是钱院士 有史以来 钱无古人后来者 就当了一天吧 就那一天 就那一天 估计你刚吃完樱桃一走 钱院士电话 这个赶紧换一个吧 这个不行啊 那么对于钱院士您来讲 如果让您来选择一个秘书的话 您觉得要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 我是一个要求 准确地理解我的一些话 准确地完成任务 因为我的一生啊 我刚才的一个特点概括忙 事情多 所以我日子按分段排上 包括和学生和同事的交谈 我都是几点几分 都是这样来计算的 所以要准确 第二点就是要有中文和外文的能力 因为我的来往的信件 有很多国外的 我以前的秘书都是英语六届以上的 另外专业基础道不一定十分好 因为我不依赖他们来帮我处理专业上的事情 借这个机会呢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钱院士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 对于我们的国防工程 国防建设 可能概念不是很清晰 但是说起一些数字来 都是非常的敏感 有一次一位朋友就跟我讲 现在我们中国每年的军费 都是非常庞大的数字 对于这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是不是有考虑呢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 这是一个方面 从客观来讲 从主观来讲 我们党中央已经做了全面妥妥的部署 现在提出来叫军民融合发展国防科技 我最近有一个例子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我有一个很熟悉的朋友叫爆破理 这是在珠海航空展上 我看见他在展览什么 他在展览五位超音速马赫数的巡航导弹 民用的资本投入了国防 干了这么成功的事 所以我们看出来 我们的军民融合走上了康张的发展的大道 所以我说不要担心 谢谢钱人士 听您这样说我心里更有底气了 谢谢 谢谢 钱老并不是像有些人对科学家想象的那样 关在实验室里 两耳不闻天下事 我们可以看到钱老始终在保持着跟进时代 直到今天仍然还在不断学习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 下一位 小大哥好 钱人士您好 我叫杜昭啊 我和钱人士您一样 都是一位长期奋斗在防护工程一线的人 只是我干的防护工作呢 又不太一样 准确地说是对洪水灾害的防护 简称防洪 因为我是刚才钱人士提到的三峡电站的一名水库调度员 欢迎您 2008年至今参加工作的十年时间里 我经历了大大小小46次的长江洪水拦截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次是2012年 那一年长江遇到了20年一遇的大洪水 最高的洪峰峰值达到了71200立方米每秒 那么这个流量有多大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大约三分多钟可以填满一个西湖 我们对待每一场洪水啊 就像对待一场战争 所以我刚才斗胆的也说 和钱人士您一样 都是奋斗在防护工程一线的人 钱人士 这样我平时有自己关注一些两会的新闻 就是近几年 两会的关注度热点排名 泡钱的往往都是收入分配 环境保护 还有反腐畅联等等 国防和军队建设这样的议题啊 都还没有进入前十 所以对待这样一种现象您怎么看呢 实际上军队国防在现代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我们应当有优惯意识 这个优惯意识就能提高我们的国防意识 就能提高我们对军队建设 国防建设的重视 希望我们所有的媒体也能够做好这样的引导 让青年朋友要关心国家大事 我也听明白了 虽然现在咱们是和平年代 确实大家还是应该增强一些忧患意识 谢谢钱人士您 谢谢 也替家乡人民谢谢你 武汉也是每年到了夏季 长江洪峰的时候 最紧张的城市之一 所以有了三峡这样的工程 真的是为中下游造福太多 谢谢你们 下一位 小萨老师好 钱院士你好 我叫颜月 首先我想问在座的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日常出行 最常使用的公共交通工具是什么 地铁 我相信这里你们大家所有坐地铁的次数 都没有我多 我坐地铁的总里程数 大概也就二十万公里左右 也就绕地球五圈而已 我是一名地铁司机 你能这么比吗 你坐地铁花钱吗 那钱院士您做的是防护 防护的是国家安全 那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做的也是防护 防护的是我列车上乘客的安全 但现在上海已经有几条无人驾驶线路 未来呢 计算机智能防护线路也会相继开通 那我就有点担心 人工防护在未来会不会被智能防护所取代 人工智能啊 是我们当前科技的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 不但是汽车无人驾驶 地铁无人驾驶 将来的战场 现在已经有无人驾驶的坦克 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 无人的潜艇 无人的潜水器 但是并不表示 人没有作为了 人工智能 谁来设计 谁来维护 谁来继续前行 还得要靠人 所以我相信 将来不需要你驾驶 地铁车的时候 一定会有更高水平的职业 在等待你 科学的进步 实在是不可逆转 总有一天 有一些行业 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但是 你的优势在于 你拥有他们没有的经验 如果那一天 你能够以你司机的经验 你要是在学会计算机 学会编程 你要是能够给人工智能 提供更优化的算法 你可能会站在 其他的工程师之上 但前提 不要放弃学习 只有跟上这个时代 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 最后一位 大老师 钱院士好 我是北京工业大学 计算机专业毕业的 刚才听完 钱院士的演讲 有很大感触 您一直至于慈善 还把您八百万奖金 全部捐出去了 你还在想这个事呢 我是更多是为自己考虑 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 我也选择了成为一名 就是计算机专业的程序员 但是我干了两年以后啊 我发现好像不公平 我有一次跟我们楼下的一个 贪奸命的大姐聊天 我发现她一天工作四个小时 比我一个大学本科 有两年工作经验的 程序员挣的都要多 我那会儿就开始思考人生 然后就在准丈母娘的压力下 突然灵光一现 我想到 我说我们老家的粉条不错 我可以用它做酸辣粉呢 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 走向了这条不归路 虽然现在我的收入 就超过了楼下那大姐了 但是不免还有点遗憾 我觉得好像学出来的这个专业 我也没有把它发挥到极致 我想就是说咨询一下前院士 如果您的学生面临和我同样的抉择的时候 您是劝他回头还是说支持他 我不劝你回头 但是我劝你在任何岗位上 在任何的地方 不要跟人家比待遇 要比什么 比贡献 你现在搞粉条是不是 你想一想 我这个粉条 怎么做的 让全国人民吃得更好 达到国家的最高水平 粉条有什么指标 你搞的粉条比人家好在哪里 别的国家有没有粉条 能不能达到世界上坚定出现 这样你对国家的贡献就更大了 不在于你的岗位 搞计算机贡献大 或者搞粉条贡献大 任何岗位都可以做创业 都可以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 我也有信心弄个八百万 不要讲钱 讲贡献 你看你又回到刚才那八百万 思想觉悟可能达不到那么高现在 老跟那个煎饼大姐比 不要老是在收入上执着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钱院士 那个刚才算我一个小小的遗憾吧 我想问一下钱院士 您在您的生活中或者事业上 有没有什么遗憾 然后我们年轻人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些遗憾 有过遗憾 最大的遗憾 竟笑到不够 而且无法弥补了 所以我劝你们 能够 孝敬父母 是最大的幸福 但是年轻的观众 你们要理解 钱院士 他们不能尽到孝道 不是因为他们不想 而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的特殊性 钱院士和他的这一辈 老一辈的科学家们 用他们的遗憾 带给我们的 是踏实和平安 所以 谢谢你们 向你们去敬 我十七岁 我十七岁 参了军 进入了哈军宫的学习 是我这一生 最重要 无惠的选择 最后 把一位观众写的小纸条 作为这一期节目的结束语 这张小纸条 没有提任何的问题 但是这里面 饱含着年轻学子的深情 小纸条说 请主持人 一定要转达 一个学术晚辈的祝福 钱院士 拜读过您的很多文献和著作 对深部岩石力学部分的学习 让我受益匪浅 作为学术上的晚辈 我们祝您身体健康 在学术领域 继续引领我们 创造更多的辉煌 再次掌声感谢 钱院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下一期开奖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